你怎么了 被踩翻了 又来抓了十个小鹅 看暴鸡跑过来围观了 你想不想带 要不给你带好不好 这几个小鹅 再给这个卤发鸡怎么样 给你带啊 看他会不会吓得飞旁 就这样简单的说话 好强制性的当妈 好了 相处得好融洽 强制性的当妈了 你还抓到我要打呢 好 出去了 你们都出去了 现在就已经是 你们都是一伙的了 再走再走再走 你们又来了 不当妈 我估计你这一群 又会给大白鹅接管 这暴鸡婆一只啊 两只啊 三只四只都是暴鸡婆 五只暴鸡婆 那里还有一只暴鸡婆 六只暴鸡婆 这群鹅它不跟着人走啊 跟之前的那一群不一样啊 来 来来来来 还不如这群小鸡仔 都听得懂我说话 来 带你们去吃草好不好 出来就吃草啊 很给力啊 再再几分钟就听话了 看到没有 来来来来来 哎呀 看到我是迅鹅高手了 哎呀 来 撒一下子就跑 不错不错不错 动得好快啊 我发现大白鹅了 你们的后娘 刚卢花鸡不要你们 现在看大白鹅要不要你们啊 的 哪里有一只 要你们不到水里面去 你看你看 一刚抓回来下水 怎么搞的你们 真是有味了 看我们家的第一天回来 就必须到水里面洗礼一下 这不是潜规则吧 我们家的 刚抓回来就要玩的 是像湿透了 会生病吧 你们 对快上来 卡住了 上来走这边 来 来 这里 来来 再看看这群大的 小鹅仔们 还是这群比较好 20天就已经不用管了 把我的水槽都吃掉 这怎么回事 看你们怎么搞的 不过大的小的混成一群吧 大的小的一起带啊 这个大白鹅内心崩溃吧 你的宅又多了 二十天的差别就这样的 这一群二十天抓过来的时候就这么大 大家看一下对比有多明显 所以说鹅还是长得很快的 这一群二十天抓过来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被踩翻了 大部队把他踩翻了 这里乱套了 乱套了乱套了 哭点喊娘一样的在那里叫 这是一抓回来就要搞强行的训练了 先训练它的脚力 累了 它们真的累了 走不动了 在这里休息吧